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在上一期的节目我们讲到 我们要给填填圈添加一个盘子模型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如果添加盘子模型 这里我就跟大家快速过一遍 首先我们可以把这个3D游标放在我们填填圈上 所以我们可以点击下方的填填圈 然后我们按Shift S去调出选项 然后我们选择Cursor to Selected 这样的话这个游标就到了我们填填圈的一个中心 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按Shift A去调出添加选项 然后选择网格 然后选择下方的圆环 在弹出的选项中 我们可以把它顶点数稍微调低一点 比如这里面我们调到大概16左右 同时我们把填填类型选择为多边面 这样的话它就变成了一个面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的半径稍微缩小一下 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按小键盘的1 去把它调到正面视角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新加的一个平面 然后我们按G加Z去把它的位置稍微调整一下 然后我们可以把画面放到上方 然后按S键去把它的大小稍微调整一下 那调整好这个盘子大小之后的话 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给它添加个环切 我们可以选中我们的盘子之后 我们按Tab键进入到编辑模式 让我们I去调出内切 然后把内切这个环调到 跟我们填填圈大小差不多的位置 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按Ctrl R去调出环切 然后我们可以滚动鼠标滑轮 去增加环切的数量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鼠标左键 然后点击右键 去让它留在原始的一个位置 最后一步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甩减编辑 去把我们新加入的这几个边往下拉 这样的话就能形成一个盘子的模型 我们可以先Option加鼠标左键 去选择最里面这个内环 然后我们可以按数字键1 去把它调到正面视角 在这里我们可以开启上方的衰减编辑 那我在重新做盘子模型的时候 我发现上次我在讲这个盘子模型的时候 我漏掉了一步 这里我们之前讲解的时候 用的是默认的衰减方式 但实际上BlenderGroo在做第一个盘子的时候 它是把这个衰减方式进行了调节 为了让这个盘子再往下凹的时候 形成一个类似于球面的一样的效果 这里我们可以点击衰减编辑旁边这个箭头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的衰减方式 从平滑改为球状 调整完衰减方式的话 这时候当我们选中内环 然后调到正面视角之后 我们按G键去调入移动 然后我们可以调整鼠标滑轮 去调整衰减边境的大小 接下来当我们移动鼠标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看到盘子形成的面 就有一个类似于球面的效果 而不像我们右边这个盘子 就是一个比较平滑的一个侧面 而我们新生成的盘子的面 往里凹的程度就更大一些 这里我们可以根据田间圈的一个大小 把盘子往下拉一些 那接下来的话就可以跟之前一样 我们可以调节一下 我们盘子还有田间圈的一个位置 然后我们可以跟我们盘子 添加个实体化修改器 同时我们再给它添加一个 表面细分修改器 最后的话我们再给它 添加个平滑左色 这里我就不细讲 大家可以自己去完成 那最后一步的话 就是我们更改一下 我们盘子的一个材质 我们可以进入到渲染显向 因为我想添加这个盘子 是类似于陶瓷一样的效果 所以我可以点击这个盘子之后 我点击右边的材料属性 然后点击新件 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它的操度挑到零 这样的话 它就有一个陶瓷一样的效果 那到这里的话 我们就跟我们的田间圈 添加了一个盘子 然后感觉我田间圈上面 这个糖衣的颜色有点太深了 这里我也可以把我们的糖衣 颜色稍微变浅一些 那到这里的话 我们就完成布兰德咕鲁流的作业 就是增加了一个盘子 接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跟我们的桌面 添加一个大理石的一个材质 同时的话 我们可以在后面添加一面墙 那要添加材质的话 大家可以首先去链接里面 去下载一下这两个材质贴图 这些贴图的话 都是来自BlenderGuru 它自己的网站 叫做Polygon 大家也可以去这个网站上 去下载一些 其他的一些材质素材 那下载好这个材质贴图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点击 上方的Shading界面 进入到Shading界面之后 我们确定好 我们选择的是下方的这个桌面 然后我们可以给这个桌面 材质起个名字 比如说这里叫Countertop 那这里大家可以把 下载好的大理石纹理图片 直接拖在到我们工作区上 这样的话 它会自动生成一个图片纹理节点 接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图像纹理节点中的颜色 和我们原理画中的基础色进行连接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 右上角这里的材质预览 那这时候的话 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桌面 就有一个大理石的一个材质 那这里BlenderGuru 其实在真实世界中 对大理石的纹理 拍了很多照片 通过照片 他发现大理石其实跟镜子一样 是有很强的反光的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的操度调到0 所以我们把原理化的操度 拉到最左边 这样的话 我们拉近看 看到这些大理石 就有一种反光的效果 接下来的话 BlenderGuru讲到 其实这个光线 打到大理石上之后 它并不是完全反射掉的 有一部分也会进入到材质内部 所以这里我们也可以 对次表面进行调节 这里我们可以把次表面 稍微提高一些 比如说我可以把它调到0.1 这里我们可以改变一下 次表面半径 我们点击次表面半径旁边这个箭头 然后我们按鼠标左键点击之后 我们可以把它往下拉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同时选动三个数值 BlenderGuru把它调到0.18左右 所以我们可以输入0.18 这时候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三个轴上的数值 就都变成0.18 调好这两个数值之后的话 接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改变一下次表面颜色 因为光线打到大理石内部以后 它是有些泛黄色的光 在内部进行散射 所以我们可以把次表面颜色 调到稍微淡黄色一些 大概这个样子 这样的话我们就对原理画进行了调节 那如果这里面 我们想要更改这个桌面大理石的纹理的话 我们可以点击我们的图像纹理节点 然后我们在Node Wrangler这个插件 开启的情况下 我们按下Ctrl T 这样的话 它会新生成两个节点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下方的选项叫缩放 当我们鼠标左键 去调整下方缩放的时候 我们看到上方花纹就进行了变化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那为了更直观地看出 这个缩放是如何影响我们花纹的 我们可以按鼠标左键点击X之后 我们把它往下拉 这样的话我们能同时控制三个数值 比如说这里有把缩放调成2 那我们看到现在花纹就变成了 左右两个对称的花纹 比如说把XY和Z 这里如果要调成4的话 那我们看到这个画面中 其实大理石的花纹就缩小了 它通过复制去铺满了整个画面 所以通过调整下方的缩放值 大家就可以调整画面中 花纹的一个大小 进而改变我们整个桌面上 花纹的一个样式 这里我们可以跟BlenderGroo一样 我们鼠标左键 然后进行下拉 我们把XY和Z的值都调为2 就是这样一个花纹 同理我们可以点击上方的相机视角 因为我们可以在画面中 对桌面进行左右移动 那如果大家对于相机拍摄部分 桌子花纹不是很满意的话 我们也可以点击G键 去对我们的桌子进行左右移动 这样的话就能选择 我们喜欢的花纹 呈现在我们画面上 那到这里的话 我们就完成了对我们的桌子表面 添加大理石的纹理 接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画面后面 添加一面墙 这里我们可以首先回到Layout界面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右边的实体显示 那为了更好的确定 我们在画面中所添加墙的位置 我们可以在画面中再添加一个工作区 所以我们可以把鼠标放到右上角这里 然后点击鼠标左键之后 把它往左拉 这样的话就生成第二个工作区 那我们可以把左边这个工作区 把它调成侧面视角 然后把它稍微缩小一下 这里我们不需要再单独生成一个平面 去添加这面墙 因为我们在下方 已经有了一个现成的平面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平面之后 我们按ShiftD 去对它进行复制 然后我们按Y键 去把它沿着Y轴进行移动 然后把它移动到这个桌子的右面之后 我们可以把新生的平面 让它沿着X转转90度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这个平面 然后我们在右边选择物理属性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旋转调为90 这样的话 它就变成了一个竖的平面 那在添加了这个平面之后的话 我们需要确保这个平面的方向是正确的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 这些模型其实就像衣服一样 它也有正面和反面 所以我们需要确保 我们相机拍摄的部分 是这个面的正面 所以我们可以点击 上方透视模式旁边这里的箭头 然后我们选择面朝向 那我们看到目前 我们看到都是两个蓝色的面 这是正确的 那如果你这面看到是红色的面的话 那你就需要把这个面方向调一下 让它蓝色的面朝着照相机 接下来我们可以点击这个面朝向 去关闭这个选项 因为我们这面墙是通过我们桌面复制的 所以它现在的材质 还是跟我们的桌子的材质一致 我们需要把它的材质进行修改 所以我们点击后面这面墙 然后我们点击下方的材料属性 然后我们看到目前它的材质还是Countertop 就是桌子的材质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X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新件 然后给它起个名字 比如说我们可以叫做Brick 就是砖 更改完它的一个材料名字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上方的shading界面 在shading界面中 我们也可以跟刚才一样 去把我们下载好的这个贴图 直接拖在工作区上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好砖的贴图之后 我们把它往工作区上拉 这样的话它会只能生成一个图像纹理节点 生成完这个图像纹理节点之后的话 这一次我们并不是把这个颜色 连接到我们的基础色上 因为我们下载这个砖的纹理贴图 它实际上是一个法线贴图 就有点像是我们在凝结那期讲到的 通过法线贴图 我们就可以应用一些比较立体的材质 因为砖的话 它表面也是一种凹凸不平的感觉 所以通过法线贴图 我们就可以实现这种砖的材质 这里我们就需要把这个颜色 连接到下方的法像上面 连接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墙 就变成这样一个效果 看过凝结那些小伙伴就知道 接下来的话 我们还需要做另外两个调整 首先我们需要在这两个节点之间 再添加一个法线贴图节点 这样的话系统才会把我们的法线贴图 转为它系统能够识别的一个材质 所以我们可以按Shift A 去调出添加选项 然后我们选择始量 然后我们选择法线贴图 然后把这个节点连接到两个节点之间 接下来的话 我们需要把图像贴图中的色彩空间 从sRGB改为non-color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平面 就一种类似于砖一样的一个贴图 因为这里我们不需要把图像贴图 连接到基础色上面 所以我们就可以更改我们这个基础色 所以这也是法线贴图的另一个好处 就是它并没有占用你基础色这个节点 所以利用法线贴图之后 我们就有更多的自由度 去更改我们这个基础色 来让我们的材质 有更多颜色上的一个变化 这里我就像Blender Guru一样 把它的基础色改成淡粉色 当然大家可以改成自己喜欢的颜色 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点击渲染视角 然后去相机界面看一下效果 这里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是有点太深 我可以把它再调的浅一点 最后的话我们就可以更改一下 我们这个墙的一个粗糙度 我们可以把它的糙度调到0.3 到这里的话 我们就完成了对我们背景墙材质的一个添加 我们可以回到Layout的界面上 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更改一下 我们灯光的一个位置 以及灯光的一个亮度 我们可以先把工作区切为一个工作区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工作区之后 把它往下拉 这里Blender Guru想做的效果 就是说它想模拟在咖啡厅一样的一个画面 因为在咖啡厅里面 这背景是墙 然后这是桌子 一般来说的话旁边会有个窗户 所以它要希望这个光是从侧面打进来的 这里我可以把这个灯光位置再调低一点 让它接近窗户的一个位置 同时我可以让它位于这个画面的一个侧面 所以我可以选择这个灯之后 我们G Z去把它稍微拉低一些 然后再可以按G Y去把它稍微往这边调一下 那调好灯光的位置之后的话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渲染画面看一下效果 我们看到目前画面是这样一个效果 我们的咖啡杯和我们的甜点圈 都有一个很好的光影效果 这里我们可以选择灯光之后 我们选择下方的物理数据属性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选项中 我们能够更改它的半径以及它的能量 那这里如果你要觉得光线比较暗的话 我们也可以把它亮度调高一点 比如说可以把它调到500 同时的话我们可以增加这个灯光的半径 那这个灯光半径越大的话 这个光线就会越柔和 你就可以理解为给这个光 添加了一个半径很大的一个柔光照 所以这里面当我们增加这个半径数量的时候 比如说可以把它提高到2 我们看到画面中影子就淡了很多 这里BlenderGuru讲到 对于拍摄实物来说 其实我们是希望这个光线非常柔的 但是如果这个光线过柔的话 我们看到画面中这个甜点圈 还有咖啡杯上的影子就太少了 它就缺乏了一种立体感和层次感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光线柔一些 但不希望它过柔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把半径稍微调小一些 比如说我们可以调到0.8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 在模型的侧面 我们能够看到一些影子 同时的话这些影子又没有那么明显 这样的话我们整体画面就会更加出色一些 这里的话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最终想要的效果 去进行更精细的调节 调节完光线之后的话 最后一步的话就是我们需要确保 我们后面这个墙尺寸是正确的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再拉一个工作区 然后我们可以把后面的墙 离我们的杯子近一些 来看一下这个砖块的尺寸 所以我们按GY 让它沿着这个Y轴进行移动 让它靠近我们的杯子 那这里Blander Guru讲到 其实这个砖块的高度 是应该跟我们的杯子高度差不多的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 这个砖块的高度和我们的杯子高度 确实差不多 所以我就不需要再做太多修改 那如果小伙伴所做的画面中 这个砖块太小或者太大的话 那你就可以通过对后面这个平面进行缩放 来调整这个砖块的高度 让它跟我们的杯子大小差不多一致 调整好砖块的高度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平面 挪回到原来的位置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给我们的画面中添加一面墙 同时我们给我们的桌子 还有我们的墙 添加了一个材质 最后的话 我们也调整了我们灯光的一个位置和强度 来调整我们光线的一个柔和度 在下期节目中 我们将对我们的模型 进行最终的修改 然后在修改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对我们的模型 添加动画效果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华宇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